現在是地匯化的時代 農業其實也要調向地匯列寧的方便來行 有列寧公司的第三關合研的合作資格 是成功搭載出一列地匯列寧的文是大片 今天是順利利林報門区的時間記者 來舉行了 改白議席 這位在報門区三條灣的地匯肥電共申 文是大片 以及融資社會文是時間記者 是有列寧公司的合作出一列 第三關合研合作出一列寧公司的現場 競爭這項地匯融資系統 唯一的一個部分就是它是資金密集 所以說它大概花兩千多萬 兩千兩百萬 所以我們覺得將來如果要從事這個部分 必須要企業跟漁民配合 企業提供資金 漁民提供技術 然後一起來創造雙贏的局面 這喜歡基地採用主動順款 水融資主動追擊感控 以及水河沿液感控 用大小股分析來觸到更精密的主線 伊鐵哥 融資政府的順化率 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去剪了 所以它裡面還有安排的水下攝影機 我們可以隨時去看整個漁苗 它成長的過程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精準化養殖 那可以協助我們的漁民 以後未來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 這個養殖的這個分身 不過因為環境當中以往有很多 不確定的因素 也是需要外國漁民的個別經驗來判斷 所以運用自社會的所有分身技術 藉由AI來核實漁民的經驗和地執 就參加是漁民的另外一個分身 能夠達到優惠學科 我們可以看到在系統上 會顯示說像這樣子 各種隨時出現的建議 它就是依據漁民的決策行為 依據現代的環境 用AI去演算出來 讓漁民可以依照這樣的建議 就好像我今天是一個 心態之養殖的漁民 可以跟一個老師夫一樣 做一樣的動作 那它的養殖的存活率 就可以做得有效的一個分身 照市民的經驗 加林間地域好上幾乎 希望將優惠經驗轉換行為 所謂法地域典現 因警告傳統優惠規約 讓三年和三年都成績 創作檔案 記者正在阿山 鄭利豪 報文区 蔡宏博德 未來所謂法 showing 計劃 谢谢大家